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视频这里呢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一堵墙了 然后在这上面准备弄个花蛋 到时候可以追踪花 种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 然后今天呢 难得新鲜一点 然后这个师傅他家呢 说有个鱼塘 然后老梁还有 我另外一个兄弟已经忍不住 已经先上去了 他们钓不到 那个师傅就说 在那个食堂角那边 有一张那个鱼网 让他们拉网 刚才老梁打电话来求救了 他说请求资源 不够人少 现在呢 我跟我老弟呢 就开上我们的战车 准备要上去援助他们 看你今天晚上有没有鱼吃 就算这一回来 如果人家给你抓 你都抓不到的话呢 只能是说明 技术不到家 好 上车 我们中途 中途经过了房子 来维修一下这个车线 那个铁丝绑上去就好了呀 这个 不是铁丝绑上去 而是要把这个放过来 你不能放太高 你放太高 顶到那条链来出链了 这铁丝也挂不稳呢 你绑着那个黑色那条胶那里就好了嘛 这里啊 这条铁丝绑车坏了 你告诉我呀 嗯 嗯 OK 这样子 漂亮 干得漂亮啊 铁丝断了 我去 什么个情况 干得漂亮我的老伙计 嘿嘿嘿嘿 嘿嘿嘿 痛啊 哎 哎 哎呀 顺便检查一下 有没有油 铁丝 还有 嗯 还看得见 没事 我们继续出发我的老伙计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作案现场啊不是做抓鱼现场 哈哈 听到他们说玩弄了一次没有没有鱼啊现在他们应该是手网不搞不搞了不搞了不得货你甘心呢 那么想就不要再搞一次吧 要不我也下去 一条都没得了 对啊 老梁在这里最失败的一次哦 怎么可能 裤子都湿了你 嘿嘿 你不得鱼吗 哎 真的假的 我的老伙计拿钓来钓不到直接弄了 哦耶 baby 哇 这不是鱼吗 这一条两条 不用了 两条 两条哦 两条哦 这么大 哎呦 嗯还可以 这条刚大哦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还以为真的不得鱼呢 走了走了走了 我们现在开始跑忙了 走了 趁他们 快点 走 走 超明超过 哎 哎 哎 你看他们 他们拿钓来都钓不到 钓不到 直接来拉人家的碗 鱼飘还废了一个是不是 断掉了 一飘还废了一个没事 反正有两条鱼 嗯 走了走了 走了 走吧走吧 嗯 还要拧一下吗 谁这样都不脱裤子 那不把光了 嘿嘿 好了 我们先 先走 现在我们的鱼已经运回来了 嗯 今天晚上就是 挡那个酸鱼粉 挡那个酸鱼粉 然后就又可以抢受 我们美败的鱼茶 嗯 辛苦老梁 那你就会放鱼子吧 这两条的话 它里面应该有个五斤 嗯 这全是老梁的鱼 挡那个酸鱼片吃 嗯 非常好 嗯